随着公正党在马瑞甲州选和沙拉越州选当中接连的吞淡之后 社交媒体上就立刻流传了一则文告 声称公正党主席拿杜斯里安华将会辞去公正党以及西蒙主席的职位 并且立刻生效 不过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法兹驳斥了这个消息 还强调这是假新闻 法米通过党WhatsApp媒体群组来澄清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文告不是真的 根据他转发的假文告截图 假文告是由公正党总秘书拿杜斯里塞福丁署名 还印有公正党的标志 声称安华要为马六甲和沙拉越州选败选负责 并且已经辞去了公正党和西蒙主席的职位 安华的女儿努辱依莎将取代父亲出任党主席 而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则会赞代西蒙主席一职 塞福丁接受当今大马的采访时表示 这封文告是想要打击公正党的人士所捏造的 他谴责这种企图削弱公正党的肮脏政治手段 并且呼吁所有的公正党党员保持冷静 只从公正党来源获得真实的资讯 谢谢大家